好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您关心蓝白河的最新进展 今天侯友谊办公室是提出说 希望可以在民主初选 以及全民调之间取得一个折中方案 不过对此呢 其实这个侯友谊办公室态度也非常强硬 就是希望可以在全民调的AB方案里面择一 不过呢 现在这个侯友谊办公室也发出了最新的声明稿 他是说呢 如果这个民众党无法接受这个折中方案的话 就要为这个蓝白无法整合来负起责任 对此柯文哲今天下午也有了最新回应 现在您一起来听 其实我们在想的是如何赢过赖清德 赢得这场选举可以震党轮替 可是我看国民党在想的是如何赢过柯文哲 因为我们还是要 我讲是这样啦 大家心里都有数 就是说做各种排列组合下去测试那个民调 还是要如果要大家合作是要能够选赢的 不是说你只是要参选 参选又不会赢不行 南白无法整个责任要民众党来承担愿意吗 没有啦我跟你讲 老百姓自己会有判断 好可以听到其实针对这个侯友谈的这个声明呢 是不是要来担起这个责任呢 今天柯文哲也表示说呢 其实百姓自有公平而且他也希望说其实双方可以好好的来谈 不过呢现在中广董事长赵绍康也提到说 既然幕僚无法来会谈的话 那当事人其实柯文哲跟侯友也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谈 那对此柯文哲也保持了开放的态度 他说两个人坐下来谈不是不可以 他说这个部分会回去来斟酌看看 那上次现场这些情形先把时间交回头内 大贼近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